Hello,大家好,我是Josie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斯布兰的Playbox的开箱 上个月因为我回国嘛,而且回来就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做上个月的开箱 有朋友就留言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做 说以后还做不做了,就挺想看的 那我还是想去做下去的 但是我也知道因为这个Playbox 现在是只有美国才能订 然后别的地区小伙伴看到这个视频 其实挺心塞的,就是订不上 所以我才想说就是每个月试用东西在脸上 看一下就是不单纯跟大家分享 开箱再增加一点点别的内容在这个视频里面 那既然有小伙伴想看 我觉得我还是想继续做下去 那这次就跟大家一起开这两个月的箱子 然后这个就是一月份的 这个就是二月份的,是我刚收到的 那一月份的箱子打开就是这样 这样的 然后他们现在每个月的袋子都变得不一样 就不只是说图案不一样 是材质都不一样 这点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挺用心的 然后一月份的主题 似乎就是感觉是健身 健身也要漂漂亮亮的那种感觉的主题 然后所以它这个袋子 其实做的是有点那种 就什么,这种纱的 有点像网球的衣服还是什么的 就感觉比较健身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还是有这种卡片 这个卡片就是你把它带到店里面去买个东西的话 就可以送你五十几分 那其实我好像都没怎么用过 然后这个是这里面东西的这个介绍 今天就是每个月都是一样的啦 然后不知道小伙伴们就这个box是每个月十刀 目前是只能寄美国境内的这样 我会把那个官网的地址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月份的袋子 那首先是这个 一个香水的一个 那首先是这个 这是一个香水的一个纸巾 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的 就是可能是考虑在健身房 不方便携带香水 然后如果你想要闻起来很好闻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种纸巾 然后擦一下身体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来试用一下 长起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牌子是Pain Rose 它的香味的名字叫做Wild Child 它是一个EBP的香水 然后打开来就是 这样 就像一个小湿巾一样的 然后我就把它擦在手腕上 它是非常淡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了 Miu Miu新出的那个香水的味道 其实挺好闻的 但是它里面感觉酒精的成分还挺重的 有一种酒精的味道 这个 好 然后下面继续来看 首先是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牌子我也不会读 但是我以前用过他们家的东西 这是一个treatment mask 就是一个发膜 这样 然后还有 但是我之前用的是他们家的 也是一个treatment 就是一个live-in的一个东西 好像是finish cream还是什么 那个也是超级好用的 然后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的 这个是一个therma blend 一个loose powder 就是一个定妆粉 一个蜜粉 然后正好我今天就是特地上了粉底 都没定妆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这个好不好用 然后它这个就是长这样 然后打开的话就是 现在里面是封住的这样 好 然后打开里面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是习惯倒一点 就是在这个小盖上 然后因为它这个 这个容器实在有点小 所以我拿了一把这种 小小的这种刷子 它的粉也是很细的那种 这个刷子的这种大小 还有弧度啊 其实用来定眼下 还有TQ 都是挺刚好的 我觉得它不错 定眼下不卡门 我今天上了眼下的遮瑕 然后我觉得它也没有卡门什么的 它是有一点点白 就是一种 它是有一点点泛白的那种 就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那种白色的粉末 但是我觉得它定妆效果还不错 应该是那种稀油程度也不错的那种定妆粉 好 那我觉得这一小个还挺方便的 如果你有那种小的粉铺的话 放进去你就可以去健身房补妆什么的了 好 继续看下面这边是有一个小唇膏 这个是一个欠臂的一个唇膏 这个颜色是什么 颜色是Black Honey 我有他们家这个同款的腮红 我这就是坏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上不去色耶 可能它是那种润唇膏的质地吧 那我涂上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是一个很好看的颜色 是很日常的那种颜色 但是你看这样看的很吓人吧 实际上它是那种比较sheer的 就是比较薄的那种质地 就是比较水润 然后在嘴上面感觉就是很润的那种 很像护唇膏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可以随身放在包里面 就补妆什么的 小小支的嘛 好 然后下面就是两个护肤品 这个就不跟大家试了 这个就一个是那个大葡萄 那个Caudalie他们家的 这个Face Lifting Moisturizer 就是一个紧致的面霜 它是日霜 它有SPF20 这个是一个15毫升的小样 我觉得他们家的护肤品 觉得都挺好用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很新奇的东西 它是一个Tarte他们家的这个 截面去角质的这么一个 棒 然后它是这样你拧出来吧 它是这种黑色的这种 这种黑色的这种膏体 然后你跟 你现在我不是在手上吗 你就在脸上这样画圈 然后它就会有这种 黑色的东西出来 它里面是有那种 小小的磨砂颗粒的 当然是特别细的那种 磨砂颗粒 然后你在脸上这样磨 就是可以截面 然后还可以去角质 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 它很小一只 如果你就是出去旅行 什么一两天的话 带着这个 其实还挺酷的 我觉得 然后我感觉它应该 很快能用完那样子 所以我会在空面剂里面 再给大家更新它的使用感受 好那以上就是 斯福兰一月的 Play Box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类的东西 还算是超值 因为两个护肤瓶 我觉得都是 非常能用到的产品 然后一个唇膏 其实也是特别日常的那种 而且水润效果 真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头发的产品 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是 这个头发产品 我觉得虽然我还没有用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还不错 因为我以前用过 他们家的别的产品 然后这个Derma Blend 这个Lose Setting Powder 也是很实用的 这么一个小东西 然后这个 就感觉像是 然后这个香水 就把它当成赠品来看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月的吧 就是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天呢 我打开了我的经验了 它这个袋子是这样的 就是特别像丝绸那种感觉的 就是特别像 现在很有名的那种 真似的眼罩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 嗯 还挺 气质的感觉 然后这样打开 这个是我真的是 唯一的一个袋子 我觉得 袋子是可以 就觉得袋子是可以 给这个盒子加分的 这么一个月 但这些东西 我现在想说 我真的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首先赵丽还是有一个香水 这回给的就是 这种香水 它其实不算在这五件产品里面 它算是另送的那种 然后这个香水 是Tom Ford的这个 一个什么什么香水 然后还有一个 好像下面印入我眼帘的 就是这个睫毛膏 这个是一个Sephora 自己牌子的睫毛膏 它是主打的是 现场款的 然后 这睫毛膏真的超小 虽然我也不需要大的睫毛膏 但它真的好小 这么一点 正好我今天没有刷睫毛膏 所以我们现在刷一下 好首先我先夹一下睫毛 它的刷头是长成这样的 不出意料的 我其实是并不是很喜欢的 然后我现在把两边的这个睫毛都刷好了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并不是特别喜欢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是个小样的缘故吧 它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小盖 这个拿着刷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费劲 很难刷到旁边的睫毛 然后还有它可能就是因为它里面东西比较少 所以它其实特别的干 就是感觉很难刷上产品在睫毛上面 然后它确实是那种现场款的睫毛膏 并不是浓密款的 它刷出来我的睫毛是一根一根的那种 所以还算是自然的睫毛膏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是个小样的缘故吧 它并没有达到它百分之百的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正价我不认识多少钱 我查一下打在下面 如果很便宜的话 我觉得可能以后斯富兰打折 我会去买一个试试看的这样 下面是这个护肤品 这个是倩帝的这个prep star这个系列的一个面霜 我之前说过 就工人机里面说过他们家眼霜 我并不是很喜欢 就是太水润了 特别适合就是年轻级有可能 然后这个面霜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一样的下场 然后继续来看 剩下这边有三个产品 然后这个是一个 Oringent的GinZ那个系列的那个眼霜 这个我之前用过 它是有点消水肿的效果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下面就是两个唇部的产品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Bite的这么一个Multi-Task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用它来上嘴唇 上什么腮红眼影都可以用 然后这个的色号叫做Cashew 这个叫做Multi-Stick 然后好小一只啊 我觉得好可爱啊 然后给大家试个色 它是那种很流行的那种 叫什么 玫瑰色嘛 干燥玫瑰色 然后它有这么多产品 好可爱啊 小可爱一只 我们先来上嘴巴试试看 明显感觉算是一个比较有气场的颜色吧 这样 有一点像那个Kylie Jenner那种唇膏的颜色 有点土色 但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它是那种雾面的质地 但是是比较creamy的那种 就是比较 像慕斯一样 比较丝滑的那种感觉 并不觉得干这样抿起来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这么一个小小吃的 然后这样我现在没涂腮红 我们拿来当腮红也试试看吧 然后我会 拿做腮红的时候 我会先画在手上 然后再点在脸上 我觉得这个产品我之前还挺喜欢的 就是当做腮红也是挺好看的 就是比较成熟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做唇膏也很好看 然后它就是晕染的能力比较强 你看这样 它可以晕得很开的那种 而且不会有结块的现象 这个却真的是挺好的产品 我没有买过Bite他们家的东西 就是这种送的我都还挺喜欢的 这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two face的一个唇蜜 这个叫做lip injunction glossy 就是可以有风唇效果的那个唇蜜 然后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casual这个颜色 其实真的有那种风唇的效果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它就是一个裸色 这个色号叫做milkshake 奶昔的颜色 就涂一点吧 我觉得就涂了一点 感觉就是有 好像确实是有唇部更饱满的这个效果 确实是有的 好那平心而论 我觉得这个二月份的这个play box的价值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首先这个睫毛膏 我其实觉得没有必要耸 因为睫毛膏的小样 实在是太多了 至少我们家是这样 然后这个护肤品 其实欠臂这个系列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这种小样也是在SIFUS LA 很容易就能拿那个折缝码换到这种 然后这个眼霜也是 我之前就是用过 但这个眼霜我觉得还不错 这种眼霜一般五毫升 我觉得价值都还挺高的 因为眼霜的正装 也才三十毫升那样 就左右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还算里面一个 我最喜欢的产品了吧 就这个Multi-Stick Bite这个 因为它上嘴很好看 也可以拿来当腮红用 然后这个唇蜜我是 并不是很感冒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用唇蜜的人 而且我嘴唇本来就是比较厚的那种 对这种风唇的东西 一般都吸引不到我 所以这个就也很一般 所以相当于这个月 其实这个三个东西 我都觉得还算是蛮一般的 但是这两个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袋子长得特别好看 特别喜欢这个袋子 好了那以上就这两个月 苏兰的Playbox开箱 希望你们喜欢这种视频 然后以后尽量我每个月 就是收到箱子之后 就马上来跟大家更新 跟大家分享这样 希望对产品的使用 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好吗 我会看得见的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